这次是真的打脸了 上次说大家2000个赞是不可能的 结果 大家给我点了1万个赞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打脸墙 之前我点遍了肯德基 麦当劳华莱士 这次又要去点汉堡王 我就在想 还有哪个杂技品牌我没有点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好多评论 说为什么没有提德克市呢 然后我发现 就在我们的楼下 新开了一家德克市 一大早我就去了他们家 进去之后我就发现 他们家里面站着一个小姑娘 挺漂亮的 然后还梳着两个大长辫子 我就问她 我能不能把你们家汉堡全部点一遍 她瞅了我一眼说 点赞超过2000我就让你点 我想了一下 这也太难了吧 我可能点不起 那我就回来了 好这期视频点赞超过2000 德克市安排 OK回到正题 接下来我们点汉堡王 换个地方 到了 我后面这边的汉堡王 虽然说我是第一次吃啊 但我还是想去问一下 大概有多少 我在网上看有36种 但我一想好多都是重复的 所以说我先去问一下 那我再用最优惠的方法把它买了 好那我们出发 哇 你好 我想把所有的汉堡全部点一遍 蛤 鸡爷 他要把谁汉堡都点一遍 蛤 这边都是的 我觉得 还有啥 没了 其他都是一些丑附的 OK 点了半天 等吧 回来了啦 三大包拿出来 这就是他们家所有的汉堡 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少很多 18个 但是我还发现 他少给我拿一个 过后我得去找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小黄宝 双层超纸宝 雪鱼宝 霸辣鸡腿宝 大吉大利三个 很霸王 美式鸡排 黄宝 安格斯牛肉 黄宝家族 国王争选三个 说实话这么多啊 我是真不知道吃了哪一个 所以说我决定 全部拿出来忙吃 全都在这里啦 其实包装的时候 我感觉真不多 但是一打开之后 发现又是那么多 这次买完卖到之后啊 我们家又听天了一个冰箱 我感觉之后 我们家冰箱就只能放汉堡了 上次的都还没有吃完 现在又这么多了 谁叫你们那么厉害呢 他们的汉堡是真多啊 不仅多 而且还大 像前面这些是小的 都有我们平时去买的那些汉堡那么大 还有三个是这种 有点不同 为什么我要拆来忙吃呢 因为其实我看他们的包装 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个是哪个 所以说这样吃 吃错的也没事 对吧 真丑面 好 那我们开始吃吃 看一下 培根芝士国王宝 来一口 它里面的料真的很厚 一咬下去那个芝士跟牛肉感觉很香很香 而且牛肉特别厚 比面包还厚 一口就能吃到肉 打脸了 说错了 这不是培根的 这个上面是加的圆葱 特别香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它具体叫什么名字啊 培根牛肉国王宝 这才是最牛逼的宝啊 谢谢点 哇 看一下 我发现它里面的料 比面包要厚两倍那么多 最下面培根 中间牛肉 上面好像有油脂了 哇 这真的太香了 再来一口 它的料是真多 下一个 鱼越龙门国王宝 这里面有很酷的一块鱼肉 我发现它的鱼肉是完全没有刺的 牛肉的话都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里面其它辅料的不同 我哪说 这个国王系列的面包是这样的 特别软 国王系列就到这里了 双层牛肉堡 这个也是培根做的啊 但是它的面包跟国王系列有点不同 它牛肉真的特别多 但我发现它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牛肉 而是那种压缩式的 都是烤过的特别香 这个也可以 大吉大利鸡腿宝 它要好多板栗 但是这个板栗我吃的有点腻 终于尝尝了它们家的鸡肉啊 单吃栗子啊 感觉很腻 但是它放了好多生菜下去的话 就还好 还可以吧 下一个 鱼越龙门黄宝 还是鱼加牛肉 尝一口 我感觉鱼越龙门黄宝 跟鱼越龙门国王宝 它主要的区别就在面包上 其他都是一样的 下一个 美式鸡排宝 这个鸡排真的好大 这个鸡排宝好辣 不对 这应该是双层藤椒鸡排宝 我说为什么这么辣呢 哈哈 又大脸了 不过吃多的牛肉 吃个鸡排的啊 感觉很好吃 太辣了 下一个 双层鸡排宝 这又是个鸡排 这个感觉就不辣 来一口 感觉肉挺厚的 纯鸡肉的感觉 吃起来味道 牛肉有点区别 下一个 yeah yeah check that 吃一半我就吃不动 我发现它们家大部分 都是培根牛肉 鸡肉牛肉 鱼肉牛肉鸡肉鸡肉 就这样的 这个我发现我也吃过了 培根牛肉 我早就没吃过的 芝士小黄宝 一片芝士一片牛肉 一小片黄瓜 吃多了刚才的 吃这个就没什么味道了 带一个原味霸王鸡腿宝 一整个鸡腿 还一个 吃多了牛肉吃鸡肉 真的感觉特别棒 其实也就汉堡的味道 继续吃 香脆雪鱼宝 它里面就一片雪鱼 这个应该是唯一一个 不带鸡跟牛的 挺香的 雪鱼也真的还可以 但我就感觉吃的有点饱了 有点吃不动 剩下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培根牛肉 培根牛肉 鸡排 鱼鱼牛肉 还有一个新鲜的 火烤菠萝小黄宝 吃它 这个应该挺清新 尝一尝 好吃 我真发现水果加汉堡 比牛肉那些还好吃 有可能我吃太多了 剩下的我感觉也都差不多了 而且我现在吃的有点饱了 所以说 接下来留给我老婆吃 好了 简单总结一下 它们家的汉堡真的是特别多 但是你点过来你会发现 其实里面都是打通小意的 但我感觉它们家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们家的肉真的给的特别足 特别厚 而且汉堡真的很大一个 所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然后我还发现 它们家的汉堡其实主要是以牛肉为主 口味跟别人家也有点不同 之前我是一次没吃过 这一次吃够了 最后希望大家给我点点赞 德克市能不能吃 看你们的辣 喜欢那条的点赞关注评论收藏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拜拜